第六場,是四班千奴米,大日本是北海道,去了哪裡? 是不是去了日本? 三天的美觀,看看他去了哪裡 起步的時候,都算是平排出閘,快一點點 外檔是鐵三角,今天潘頓跑的 中間是赤套猴王,近外檔那邊,想不到最豐雲起步這麼快 不過在內側還有馬的,就是龍船快和勝利之王 外檔近來是金將非凡的 後一陣的馬,鑽石複將法財大師 北海道第九位,在他後面還有彩虹之光 然後有個馬,金瓶銀星,尾四 電路九號起步,其實是晚晚的,尾三 暫時電後那隊,中歡笑和健康馬 跑了五百米左右,前面都是龍船快 始終有個內欄,他容易弄些,暫時帶出頭 你看潘頓鐵三角,望到現在都未賣到來 暫時還在走三碟 反而中間赤套猴王,這些道捉了一點點 貼欄第四,勝利之王,走三碟,金將非凡 過幾馬位之後,聚風雲也留在第六位便算了 貼著欄,還有北海道在他後面 然後鑽石複杖 接著那一陣的馬,電路九號,暫時在圓欄又上一些 接著的馬,在外擋發財大師 然後在他後面,眾歡笑,彩虹之光 金瓶銀星,塞在電路九號和發財大師中間 包了六尾,都是單丁,健康馬 進來直路的時候,前面部速一點都不慢 帶頭龍船快,鐵三角是否賺呢 鐵三角看著,現在就夠過龍船快 但後面的馬開始上來,跟著他後面 勝利之王,雖然又惡起頭,但有 外面上來的馬,赤兔猴王 麥嵐那邊打上來,電路九號 外面有個法財大師,百多米的時候 前面,你看看這個勢,法財大師 看來都過了裡面的馬 勝利之王,復原橫刻,後面上來 有隻眾歡笑,過張第一名是法財大師 第二名勝利之王,第三名眾歡笑 第四名這隻這麼冷,電路九號92倍 電路九號真是 長一長都十幾名,集了班之後 這場的四重賽都去到二十幾萬 上季贏了新馬賽之後,現在才睡醒 92倍 法財大師,集前要釘一釘提鐵 原來沒有太大影響,都會贏 他頭一段是二三跌的,如果在上半場 他這位,多數都不行 剛剛壓了地,就有了少少轉變 壓了地,還有呢,報速快 好,頭馬照片就是三號的法財大師 分斷時間第六場,頭段二十四秒一七 第二段二十二秒七五 第三段二十三秒五一,每段二十四秒三八 賽事時間一分三十四秒八一 你剛才提到法財大師臨場要釘甲 其實我覺得釘甲的技術可能近年有些進步 如果你記起五六年以前那一大段時間 臨場釘甲的馬,十居其九叮叮叮叮叮 多數都沒有 多數都不行 但現在就已經沒有人提這件事 都影響不大,你現在釘完甲都照贏 我想是因為釘甲技術有些改進 很快完成,整個過程 另外賽後報有講一位騎師 就是騎健康馬大文告 就說他直路那個騎法都是被告解 你見到拉斯的時候都是迫近北海道 其實終點之前幾步都有些撲上來 不過那裡都很遲 因為他單丁包美入直路 其實就 不過他很早就騎了 因為入直路那段他比較立些 你都猜不到忠歡笑 他回來的第三名都閃閃身 那段尾二三 最好多 好,第六場我們看完 看下一場先見第七場 是你的四半千四 大門都是堅有衛 好厲害 好,起步的時候 出得都算齊 快一點點,拍馬難追就快一點 外檔那隻是星洲進馬 外檔那邊還有神洲時代 中間白衣就合客行 然後幸運星球 六三堅有衛 判頓跑真的有些不同 跟得很前下 再跟著的馬 升到天外飛天 反而後過他 內側的馬還有橙三 那一匹是燈膽神龍 馬群中間有隻白衣 是高分數 再後一點的馬 先見到滿多福 外檔那隻暴風碎 已經比較厚一點 暫時電口那一匹是閃得快 開始入彎的時候 前面戴著頭 拍馬難追單 其實都算是帶出來 合客行跟著他 鐵蘭第三神洲時代 二疊第四幸運星球 三疊還有隻機緣巧合 然後馬 天外飛天堅右位 報民潘頓守在六七位 然後馬 喜悅精靈 內檔上了一些高分數在他外面 再跟著燈膽神龍 正在移動 然後馬 先見到這些星洲進馬 又是移動的 內檔閃得快 扔出外檔暴風碎 暫時跟滿多福一齊 入役直路的時候 前面拍馬難追還在戴頭 不合客行一直黏著他 但外面見到六三 見尤威 家程原來這麼厲害 三爬兩輩已經過了 裡面的馬 後面殺上來 神洲時代天外飛天 最後幾步的時候 堅有威 這裡已經過了 一路壓住了合客行 內檔的拍馬難追 中間上來神洲時代 他中第一名堅有威 家程即贏 第二名 神洲時代上來 第三名合客行 第四名拍馬難追 都贏得很輕鬆 你搬到這裡 都還禁實了 左右旁邊 大動作騎緊 他現在才開始騎 但都不容易跑 堅有威 他跑 跟前 還有早段 其實我也擔心他 有一段望空 早段他怕攝不到 那邊有少少危險 幸好入彎前遮到半個頭位 不過一上來走順了不同 贏了過幾馬位 大二門贏馬 第三名就是7號合客行 好像也不夠 四跑 第七場分暖時間 頭短13月27 第21月82 第3段23月17 會對你23.77 再試時間1分20 給一個圖 大家參考一下 經常都說潘頓贏馬 原來越來越厲害 為什麼 六月份至今 潘頓大二門座騎的成績 35次裡面 正是說勝出率 都是有49% 上面有69% 因為全季其實 大二門座騎 勝出率其實都見到有38% 不過近期六月份打後 潘頓好像都 都必須要爭到那個 頭馬數目越來越多 這樣 大二線出率49%很厲害 一半 平均是27%左右 兩隻贏一隻 高一倍 比平均 當然潘頓騎的日本馬 比得特別 比人多 他是冠軍騎士 但這隻就增情 而信心都很大 潘頓和布密經常說 他一陣龍兄虎第一陣 南兄難帝有時候 都要共同進退 本來天來非天 今天抽一檔 就很好跑 但是他比預期後 他在第六位 我預期三、四位 因為他是一隻軍速馬 他回來不斷 第五 但是遲了兩個馬 回來就是輸了兩個馬 他有點混 他制御真的不太好 因為他起步不太慢 他可以積極一點 他可以再搶前一點 但是他打算搜個位就夠了 但是他沒有想過 外擋很多馬 當時就蓋後了一陣 結果他是混了混 當然報名的作風 也喜歡流 說到最後幾部攝 都上來的神州時代 這次是包括第二 第七場看完 我們再看下一場 來到第八場 就是三辦 日前 又是直路賽 大延門厲害 實現夢想 表演賽 一定是最熱區的 七檔那一刻 起步他終有位置到 出得快些近外擋那邊 不可擋精彩用事 內擋當然危多覆快 然後文明之聲都不太慢 再跟著出來的馬 美麗笑聲 大延門實現夢想 外擋有神州號場 再跟著的馬 看完外擋那邊 高明進將 八心之威 家應精神 內擋那邊 浪茄仔 以及荒唐武士 暫時包緊密 日營少少脫開了 跑了半途程度 前面 這次危多覆 沒那麼幸運 因為不可擋在他外側 難跑很多 但這時候 實現夢想已經上到第三位 外擋精彩用事 中間還有神州號場 推出 最外擋那邊 還有高明進將 內擋那邊 有甚麼馬上來 家應精神 荒唐武士 小小進展 最後200米 前面 雖然不可擋 搞定了危多覆 但搞不定實現夢想 這裏上到來 都說過過了 後面殺上來的馬 都不多 精彩用事 還維持在第三處 過重點表演賽 又完成一場 實現夢想贏 不可擋第二 精彩用事 結果還頂著第三 第四名美麗笑聲 表演賽 難怪說 幾場頭主要一跌 這些1.2的獨贏 都是看好 你可以不買獨贏 但你就不可以買其他馬獨 因為會輸 之前那兩場 贏得很輕鬆 這場也算是輕鬆 老實說 這場馬如果不是他在 我對不可擋的信心 大很多 因為他休息出來 我喜歡 還有賣門師 褐雜事都很好 但有隻這樣的 怪獸在這裏 再看牌位 死火了 多福沒有人走 你一定沒有人走 一起步跟到第四位 實現夢想 問題是這次加多少分 一次十二 兩次二十四 這次會不會有直十二 不會去到三十六 第一說那個斷速方面 實現夢想 比之前其實 仍然都保持得很好 他最後走慢走 比他上兩次 但都不用了 都贏了 都賺贏了 何澤宜 這裏真的很多這些 很厲害的馬 聲根 搞到成績就可以了 第四名就是三號的美麗少星 八場分斷時間 頭段是12秒79 第二段是20秒500 每段是23月19 賽事時間是56秒56 我想好像上次都說過 這些座二網一班馬 三班超級的人都知道 所以再贏也十分合理 看看問題加多少分 我想今季應該都收較炒 下季再作道理 三歲下季四歲 可能再進步 這些有沒有機會跑級制 都有這樣的期望 如果以同期的夢想成金比 他似乎的勢就更厲害 夢想成金 你不要投研究去正常 家庭那些 讓他們循序戰進 不過陸富全都說 這隻馬馬 將會比較飽長 我想千二應該沒問題 如果純粹進攻短途系列賽 你要教他跑千二 也遲早 很有聲味的馬 賽後報也有提提 凡是練馬師要求 照內規鏡檢查 一定有些東西是驗到的 因為沈澤成要求要驗 家營精神 發現內規氣管內有很多痰 錯驗也有一點 那就未必是他要找的東西 通常找了些氣管有 這次是痰 不過這場賽事有些強組 有些聲味的馬在 大伯唱就看完了 我們休息回來看明星期 也有了 ciao 感谢观看